保罗发现了问题 有哥莱斯加里人或者甚至亚伯罗 对他的报告了哥林多教会某些情况 也在圣灵的感动下 发现了问题 也提出了问题 保罗提到哥林多教会有许多问题 大家是不是记得第一个提到的什么问题 对了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分争不和睦 可以说分党结派 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往后会看到的 那么这是一个 看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保罗感觉到 必须要先要解决先要对付 否则的话 其他方面的进展 可能都是很少的 事实上我们也记得 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 为门徒的祷告当中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何唯一的问题 大家由此可知道 主的心里 是多么的关注着这一个问题的解决 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 不论是哪里的教会 都是需要与慎重考虑对待 因为这问题也正面对着我们 然后呢 我想在过去的这个几张圣经里面 我们差不多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什么呢 怎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在这个真智慧和世俗的智慧之间 那个分析 不论是就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 耶稣基督来讲 或者是以上帝的福音来讲 世俗的智慧 认为这是欲佐 而唯有圣灵感动的 被圣灵光照的 有属灵智慧的人 才能够欣赏上帝的大能 欣赏上帝的作为 看到上帝的公义跟慈爱 所以可以说在这个 人对真智慧和世俗智慧之间的欣赏 或者是价值观的不同 其中就产生了一个矛盾跟冲突 有人就信 有人就不信 当你高居耶稣的时候 他说你愚蠢 当然是有矛盾 还有个矛盾呢 也就是发生在教会内部了 表面看来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都相信主了 但是由于对真智慧和世俗的智慧 你到底用什么来传道 用什么来高举耶稣基督 用什么来使得教会的工作 能够兴旺发达呢 你是用真的智慧 用属灵的话语 去解释属灵的事情呢 还是用高言大字 或者是用这个知学 用其他的东西呢 保罗有过经验 所以保罗说 我到哥林多的时候 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基督和他定时之家 所以保罗就说 我不是不会讲一些智慧委婉的话 但是我更加愿意 倚靠圣灵的大能 更加愿意 把朴实的真理 把耶稣基督高举在人面前 这是真智慧 但另外的智慧呢 就是说 在教会里面有人就欣赏怎么样 讲得头头是道 或者是这个 讲得天花乱醉 或者有很多世俗学问的 这些人 或者是喜欢听这样的一种讲论 保罗说这是世俗的智慧 再引申一步呢 由于教会里面 有了这样不同的这个 真假智慧 或者是属灵和属世智慧之间的 一种矛盾 就引起怎么样 就引起纷争 就引起纷争 那么大家可能会记得 在雅各书第三章13到18节 这里面雅各就非常清楚的讲到 有两种智慧 你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 不妨打开这个 雅各书 雅各书 这个第三章 第三章 请打开到 圣经的后面 雅各书 这是教会的这个 第三章 我们看看 最后一段 13节开始 你们中间 谁是有智慧 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 智慧的温柔上 显出他的善性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就不可支垮 也不可说谎话 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 不是从上头来的 那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 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 老乱 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 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 柔顺 满有怜悯 多其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 所栽种的异果 正在忧愁 有属世的忧愁 使人死的忧愁 也有一种 属天的忧愁 同样的智慧 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 保罗的时代 是非常讲究 智慧的 因为 希腊的哲学 Sophia 这个智慧 智慧是非常强调的 但是到底什么智慧呢 是属天的智慧 还是属地的智慧呢 所以 在这个两点上 分歧很大 我刚讲过了 非但你是用 属天的 属灵的智慧去 传道 讲福音 还是用 属世的口才 属世的 这个知识和智慧 去 做教会的工作呢 这会形成不同的 你所用的方式 方法 也会不同 对不对 有人可能就靠 这个 夸张了 甚至于广告了 像今天有些教会 就把整个的 这个 大的乐队 搬上台了 这个重金属的 冰冰棒棒的 为了吸引人 他认为是这样 可以吸引人 到底是真智慧 还是属实的智慧呢 非那方式 方法不同 而且手段也会不同 有些人觉得 他很有小聪明 很会 背后做事情 以为很有智慧 但这是 是属地的 属情与属鬼魔的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 是再清楚不过的 已经交代了这一点 如果心里 滑着苦毒的 嫉妒和纷争 根本就不值得指挂 没有什么智慧可言 属灵的智慧 属天的智慧 些是清洁 一个清洁的心 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其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所以 弟兄姐妹 各位同工 当时哥林多教会 就在这几问题 如果是用 从智慧这角度 来判断 就是说 有真智慧 假智慧 之间的分析 结果导致了 最后他们的一种 矛盾和冲突 这是一个 值得我们注意点 但是 特别要注意点 我们知道 这其实是撒旦的一招呢 你如果看 以赛亚书十四章 以西基书二十八章 你就知道 今天的魔鬼撒旦 原来是天上美丽的天使 还不算 有地位的遮影 越贵的 这个基路波 还不算 是明亮之子 找成 找成之子明亮的神心 他 圣经讲是 智慧充足 他很有聪明智慧 但是 他后来 勿用了这些智慧 他以为得逞 就在 天使当中 做挑拨离间的工作 叫 天使呢 对上帝的公义 对上帝的慈爱 加以怀疑 今天 教会有的时候 有些世俗之子 有些 还没有 真正现身的教会的功能 也可能 会有这个危险 以为自己 有聪明 有手段 有办法 结果做了一些事情 结果正是 破坏了教会的合一和团结 撒旦最初是这样 他来到地上 也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他挑拨 这个 亚当夏娃跟上帝之间关系 其中有一招就说 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 因为怕你吃了以后 眼睛明亮 并有智慧 和上帝 同等 和上帝一样 又是用这一招 又是用这一招 历代以来 他都是这样 在中世纪 也不是这样吗 有些人自以为是 很有学问 结果就 把很多人 就排除在 所谓的异端当中 他们自以为是 经验是学校 自以为是 了不得的 结果呢 残害了很多人 末后的时候 也是如此 有两种智慧 一种是属世的智慧 一种属灵的智慧 智慧人 被发光 如天上的光 那是多人 归宜的 被发光如心 这是 大理数十二章 第四节所讲 是的 那么 但是这些智慧人 他们必定要受 熬练 而且要使自己 清净洁白 他们要受 味道 要受到困苦 有人说 这傻瓜 不是事物 不是好歹 留得新山寨 哪怕没柴烧 这是世俗的智慧 末后也是这样 所以不敢坚持真理 不敢坚持真理 不敢维持上帝的话语的纯正 这一路都是一路一路来斗争的 而这样的结果呢 是会导致一定的分裂跟分歧 格林多教会 也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传道人 你有什么样的智慧 你依靠什么样的智慧 今天的信徒 你欣赏 你追求是 什么样一种智慧 什么样一种 这个方式方法 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 就会形成 怎么样呢 教会的不合目 不合一 甚至于公开的分裂 公开的分裂 这个 但怎么解决 过去几章里面 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 保罗第一个提出的是 不合一的问题 但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呢 保罗就说怎么样 是 一定要 一定要 好好地体会到 救赎计划 是父上帝 以基督的十字架来救人 而圣灵呢 就把这样的奥秘 启示在 接受的人的心中 就看见 三一真神 他们的一种 合一 三一真神 在救赎计划 正在创造中 他们是 统工的 虽然是有分工的不同 上帝 上帝所预备的 这样一种 救赎计划 使人的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没有想过的 你能够想象上帝 无限的上帝 成为有闲人吗 你能够想象上帝 他成为人以后 他还要为我们死吗 你能够想象 上帝 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 今天还在天上 为我们不断的祈求 为我们得救 做他最后的工作 而且有一天 要接我们到 那个无罪的天下去 这真是我们不敢想象 也没有听过的 这个救赎计划 这个奇妙的 彰显在基督身上的 福音和恩典 但是就看你有没有 属灵的眼光 和属天的智慧 你如果是 以属世的智慧 这不值得羡慕 不值得追求 不值得向往 世界最要紧 今天最要紧 我彼此底下的一点利益 最要紧 我个人最要紧 所以保罗说 教会也好 个人也好 之所以有问题 尤其是纷争 基督 不和睦 甚至于 拉党接派 你要怎么解决呢 就是用基督和他的使主架 三一真神是这样的合一 这样的互相的分工合作 三一真神 怎么样 在救人的事情上 是用了 在人看来是 最 欲作的事情 最无能的事情 就十足下的 这个道理 来救人 就看我们怎么样来 领会和欣赏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就提出 唯有用这个来解决 唯有我们天天的 常常的 仰望主 常常的思想 主是这样的奇妙 主是这样的一种 对我们的一种恩待和拯救 我们自己是这样的卑微 这才能解决 这个教会里面存在的 这个纷争的问题 好了 这是我想 用这段时间 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 这个过去第一第二章 所讲的一些 希望我们一起思考一下 我们对三一真神的救赎计划 是有什么认识 对十字架有什么体会 对别人和对自己的看法如何 我相信 这个思考会帮助我们 也有助于教会 真正的解决 这个纷争的问题 是今的救赎人 便他们沉沦 从罪恶中 要拯救人出来 到处找迷路人 听到往天墙 向人报名 就也做出一斋 是今的救赎人 便他们沉沦 耶稣臣死被捉 爱恋罪人 随便去主安殿 主人就爱恋 若可悔甘 阿弥勒地成就 让恨却将罪人 先告入安殿 传诚将心 求别光处天中 是今的救赎人 愿他们沉沦 耶稣臣死被捉 爱恋罪人 是今的救赎人 是今的救赎人 是能无责人 家人能命 会有助能救助 要因人心债主 是不自豪苦 随即无力 而生灵力帮助 是今的救赎人 便他们沉沦 耶稣臣死被捉 爱恋罪人 好 弟兄姐妹 如果你手边有圣经 请打开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 我们读几些圣经 好不好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阴海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是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人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造作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 有时候我是属亚破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第五节 亚破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造作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我栽种了 亚破罗浇灌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第七节 可见栽种了算了什么 浇灌了也算了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 栽种了和浇灌了都是一样 但将来 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识 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 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第十节 我照上帝 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在别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 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 活结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 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 要将他们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 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 若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人像 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好 我们暂时先到这儿 我们说 今天呢 我用一个题目 就是上帝的功能 大家读这圣经以后 你发现 怎么样 保罗首先怎么样看自己 他说 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 与上帝同工 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不是帮哪个老板 也不是为什么人做 你是跟圣洁 公义 慈爱的上帝 一统工作 他在你的旁边 在你的前面 在你的后面 在你我的上面 我们与神同工 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能够跟上帝同工 是无上的一种荣誉 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 因为我们的partner 我们的一起工作的 不是一般的人 不是比我们低下 而是创造我们的主 救赎我们的主 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是何等的圣洁 何等的严肃 但是有何等的有保障 何等的一种福分 这点我们必须要认识 与神同工 第二呢 这里说 我们是指示 是不是 这里讲 我们是指示 这个指示这个字 怎么讲呢 首先至少 从字意上来讲 我们是要做事情 我们不是 竟是通口讲白话的 我们不是指手画脚 我们要具体的做事情 而且呢 这个指示这个字呢 也表示了我们 既是代表上帝 也是要服事人的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代表人 为他们代求 为他们的灵性长进而努力 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而效劳 而在这个人面前呢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是代表上帝 替他来宣告福音 替他来讲解真理 为他而工作 为他而生活 所以这个指示 又是上帝的同工 首先 这个定位非常重要 今天教会里面有的时候 然后 出现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过 哥林多教会不是保罗亚波罗 甚至包括彼得的问题 不是他们自己自身的问题 是他们手下 或者是要借用他们的名义 甚至利用他们的名义 来搞分裂 但有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有些领袖 在这个教会的分裂上 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 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说 没有把自己好好的定位 我们是不是知道 我们做教会工作的 传道的 牧师的 长老的 我们只是跟上帝同工而已 我们只是要怎么样 好好的服侍人 好好的侍奉上帝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地位 你如果说要有地位 这是最高的地位了 跟上帝同工 服务人 但如果你错看了这一点 你以为教会你是做老板吗 你说了就算数吗 或者你以为是在 经营自己的小王国 在拉一个山头 不 这样就走走走去酒片了 你以为 我以为 我们只是怎么样 要管下 弟兄姐妹 也错了 我们是服侍人 是一个指示 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动嘴 而不动手的人 我们竟是 竟是跨跨气谈 而没有一种爱心的侍奉 所以 首先这个定位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仔细想一想 今天教会里面 有些问题 是不是这样来的 也可以 再严肃的简讲 这世界上最后 有一些所谓异端 有些所谓的异端的教派 到后来越走越就是这样 这个创立的这个教派的这个人 越来越 非但是脱离群众 非但是领讲在教友之上 而且他是潜跃 差不多要 自以为是上帝 代替上帝 好像是站有了上帝的位置 忘记了 我们只是上帝手下的一个功能 蒙招 得着这样的尊荣 和他同工 我们只是被呼召 被拣选来 要服侍教会 服侍弟兄姐妹 这一点 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我想 从这段圣经里面 你看 保罗是怎么样的工人 首先他是一个 乳母 奶妈 讲得通俗一点 对不对 今天有些人 或者因为双子宫 有的时候必须要请个奶妈 或者是这个来乳养自己的孩子 奶妈有好有坏 对不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个奶妈 我还常常怀念她 但保罗这里说 我在鼠林上 是用怎么样 喂养他们 一个好的奶妈 首先怎么样 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爱心 其次呢 你要有智慧 对不对 什么时候当次 什么当次 在一个月怎么样 两个月怎么样 那他半岁 一岁的时候又如何 他必须要有智慧 必须要智慧 所以正像 耶稣有一次所讲的 谁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一个乳母 一个奶妈 也是如此 要有爱心 要有忠心 也要有智慧 这个这里所讲的 这个奶 当然是相对于 保罗说 你们因为 现在还是 有嫉妒 纷争 这些属血系的表现 也像世界上 一般的那种表现 所以 看来你们现在 还没有长大成人 没有在基督的 这个 基督徒的品格上 有长性 在基督的身材上 有长性 所以还停留在 要像阴海那样的阶段 虽然跟这个不重生人 是有所不同 但是呢 也确实是 没有进展 保罗说 我只能用奶 为你们 当然 首先这个奶 纯净的灵奶 是指着 神的道 或者是指着 上帝的这个 一般的 这个最基础的一些 教导 是不是 彼得前书 第二章 第二节就讲到 不过 如果一个 传道人 在他 所牧养的信徒当中 发现他已经长大了 你还是用奶来喂养他 那就不行 但到过来也是一样 如果他没有长大 你已经把他喂干粮了 像这里说 你要给他吃饭 吃这个硬食 或者甚至于 更硬的食物 那也是害了他 所以 保罗在这里 如果我们要做上帝的功能 第一 我们必须要有爱心 有忠心 也有智慧 来 帮助 教会的弟兄姐妹 能不能提供这个 纯净的灵奶呢 能不能 在他不能吃干粮的时候 就给他提供奶 到他吃干粮的时候 就应当 为他提供干粮 这样的智慧呢 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这段教训 这种保罗是很惋惜 意思就是说 我在你们当中工作这么多年 教会也建立了这么多年 但是遗憾的你们的灵性 还不能很好地成长 那么 这里面 我们就 要考虑了 作为一个 婴孩来讲 对不对 这个 什么是奶呢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初步的道理 如果你看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一节就说 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不要老是停留在 三字经 老是停留在圣经的ABC 老是学来学去 总共是不明白 为什么呢 有道理 正好像一个小孩子 饮食不食 到后来面黄鸡兽 在中国人以前就吃 要吃点消化的 植枯菜啊 等等 现在要吃这个维生素B 等等 帮助消化 开胃 有原因的 因为 有病 因为有障碍 使得它能很好地吸收 或者使得它没有食欲 使得它 因着营养不够 所以就不能长大 不能 快高长大 属灵上也是如此 那么哥林多家会什么呢 就是有嫉妒 有纷争 有这些 就妨碍了人的生长 什么时候罪 在我们的心中作祟 什么时候 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骄傲 嫉妒 纷争 仇恨 或者是自高自大的话 我们的灵性一定不会增长 我们对主的道 一定不会 爱慕 甚至于 有的时候 连奶都不想吃 不要说是 能够吃干粮 或者是学习 研究 领受上帝更多的道理 或者更深奥的启示 所以这点 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 不过这位传道者 像当时保罗就讲 他是做一个乳母 他是做一个很敬虑的 很有爱心 很聪明的买麻 但这位信徒讲呢 就是必得不要停留 不要满足于顺耐 哪怕是纯正的灵来 一定要追求长大成人 甚至以父所说 说要掌成基督 掌成的圣量 你说是不是 也只有这样一个教会 才会避免很多的问题 因为小孩子比较软弱的 抵抗力也少 是不是 也比较柔弱 容易被撒旦清洗 容易被外界所影响 只有怎么样 逐渐的长大 抵抗力更多 人更有精力的时候 才能够抵御这一切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保罗在这里 他自己比着什么 当然也包括了亚波罗 比着一个农夫 农夫 转换了一个身份 农夫 农夫做什么 保罗就列举了 他说我只撒走 应用到树林上来 当然农夫你可以想到很多 尤其如果是我们农村的 同工和弟兄姐妹 你就能够知道 做农夫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我们做属灵的农夫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们在上帝的手下 在这位元祖的手下 我们做农夫 而信徒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是一个田地那样 但保罗在这里说 做农夫 他就讲到 他说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这关键就在这里 我们知道 在属灵的这个原地里面 上帝给个人的 时间 精力 才干都不一样 我们说 哥林多教会是 保罗所创建的 以后呢 上帝也把亚波罗带到那儿 进行了一些 栽培的 浇灌的工作 这本身都很好 而且他们之间 大家互相的分工 运用上帝给个人的 彩蛋 以及不同的 这个时间跟场合 来造就 教会造就 弟兄姐妹 讲具体 当时就造就 哥林多教会 有什么不好 很好 甚至怀世姆讲 一个传道人 不要老是 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 因为上帝给个人的 恩赐彩蛋不一样 做这一些年数 可能有点 调换是比较好 因为信徒可以从不同的传道人 能够得到不同的帮助 以致使整个教会更健康的成长 而传道人 换到另外的地方 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也可以有新的学习 新的操练 新的掌精 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 问题呢 在哥林多教会就 起了纷争 有的人说 我属保罗 保罗是创建教会的 保罗是如何如何如何 有人说 我属亚伯罗 亚伯罗是我们的领袖 亚伯罗有口才 亚伯罗有智慧 亚伯罗是亚历山大 长大的 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那方面的这个 这学的熏陶 嗯 而且他对旧遗圣经 非常熟 哦 个人 讲个人的 也不是保罗跟亚伯罗 本身的议途 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矛盾 他们因为都 仰望耶稣基督 所以就隐藏了自己 就是自己在基督面前 就俯伏了谦卑了 但是下面这群人呢 借机 就搞分裂 保罗在这里说 啥种算不得什么 浇灌也算不得什么 唯有上帝 那是他生长的 这才是 所以在这里 导罗又一次的定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是 在上帝的 原主的手下 做工的人 我们所做的 都是有限的 不等于六价值 将来也会得长次的 保罗在后面不讲到了吗 是不是 会的 也是有价值的 也是上帝喜悦的 不过 我们不是生命的主 我们本身不能使庄家生长的 我们也不能维持他的生命的 唯有上帝 再一次的把 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 耶稣说 我来 是要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我是生命的水 生命的粮 生命的光 只有基督 只有上帝 这一点 我觉得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定位 今天有的时候有矛盾 也是这样来的 在教会里面 有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是 谁创立的 结果呢 就 什么都是 依他的 听他的 或者是 什么都是照他的 高举他 甚至于把他高举到一个 不恰当的地位 又有人说 是谁帮助我的 谁 这个为我查经的 谁培养我的 所以 又高举那一个 结果 就形成了 不和睦 甚至于 基督纷争 撒旦也趁虚而入 不过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都是做 我们手下一份 能做的工作 唯有上帝 能够成全 所有一切 唯有上帝 是生命的所在 如果 懂得这一点的话呢 我相信会 很有助于解决 这个 纷争的问题 纷争的问题 那么讲到田地了 好了 我们信徒是田地不错 那 作为信徒讲 我们必须也要考虑 我们是哪种田地 正像耶稣 在马太福音书三章所讲的 比喻里 四种田地 你是哪一种 还是根本没有重生的 还是 就像 出埃及的时候 有些悬杂人混在当中的 没有重生的 时常是挑破离间 时常是 这个闪风点火 时常是 制造 这个 矛盾 时常是 这个 问题多多的呢 还是 单单是表面的 日新一阵 像一棚火一样 像一棚烟花一样 像一棚 这个 微小的猪 一下 叼得很长 疯长 结果没有根 稍微遇到一点 风吹草动 或者是 一点困难 或者一点考验 马上就 枯萎了 跌倒了 还是我们 对种子 是落在经济里面 怎么样 贤财的迷惑 今生的思虑 或者艳落 或者包括我们的忌妒 我们的仇恨 我们的纷争 这后面 其实吃饭来看 也无非是就是 民啊 利啊 地位啊 这些 在做水 你说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 上帝到怎么 能够在我们的心中 能够生长呢 还是我们 是 把天上的种子 存在一个 诚实的心里面 忍耐的结实 虽然好像是 有的时候表面看不出什么 或者表面慢了一点 但是最后是 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的收成 所以 讲到 保罗说 我们只是农夫 亚波罗也是农夫 他这里特别讲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 只是 只是为主 而办事的事情 而且是照着主 给我们个人的 个人不同的 机会 个人不同的才干 个人不同的条件 引导你们相信 所以 在这里 保罗就讲 栽种的算不得 浇灌的算不得 只有他叫他 生长的上帝 唯有上帝能 叫他们生长 而且 不要分门别类 在上帝看来 栽种的浇灌 都是一样的 都是神的工人 而且 这里说 将来个人 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好了 下面大家一定会注意到 又有一个了 就是 聪明的建造者了 讲到建造的问题了 我想 在我们讲下面之前 我们 听说这枚诗 别无根基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其他的根基 我心所谤 也无根基 为主保险 必主共益 除此以外 幸好无比 我独靠主 耶稣圣帝 我靠基督 祂是天空 基于根基 神是杀主 基于根基 神是杀主 有时黑云 折开枉灭 耶稣恩贱 永不改变 大恐惧 浪 浪 浪 我靠基督 我靠基督 凡事 坚固 我靠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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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闺 全都远离 我靠基督 云 男靠 我靠基督 其实 ίο 人 余 他 segu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保罗除了讲自己像奶妈那样 像农夫那样 他也讲所有的传道人 尤其他自己 他只是一个建造者 是一个建筑家或者建筑工人 但是是一个聪明的 怎么聪明呢 第一 造房子必须要有根基 保罗在这里说 只有一个根基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这根基就是 徐节所讲 就是耶稣基督 你要建造教会吗 你根基有没有立项 正像造房子一样 根基不打好 你不要指望上面的这个上层的建筑或者上盖会非常的稳固 非常的美观 是不是 那根基是什么呢 属灵的根基 作为一个教会也好 作为一个信徒也好 因为倒落后来讲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 首先有没有根基 你的信仰有没有根基 再问一问 你的根基是什么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怎么我信仰这么软弱 一会儿就容易动摇 甚至放弃呢 可能就是根本 我们没有立下根基 没有打好根基 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可能你把根基建造在其他的方面 你以为加入教会是守一些什么 或者是不做什么做什么 这不是根基 根基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呢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有纷争呢 今天教会为什么有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到底把根基放在哪里 没有错 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当时建造 或者今天这个地方教会是某一个传达人 他最初来这里开工的 但根基是基督耶稣 不是把人带到传达人面前 保罗说也不是把我带到我面前 我也不是为了要施敬 要多受多替一些施敬 不是 根基是耶稣基督 如果要做个聪明的工头 如果要造个房子是不容易倒塌的话 你首先要立好根基 对不对 第一 第二呢 有了根基 还要看上面怎么建造 保罗只是说 我只是做了一部分的工作 给你们打下了一个根基 立下了一个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以后 有其他人在上面建造 就要看造什么 除了根基以外 也要看上面这个上件 用什么材料 保罗在这里说 也可以用金银宝石 也可以用草木活节 你用草做的就是草物 用钢筋水仪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坚固的楼房 都不一样 就看用什么材料 当然我想大家很容易明白的 在属灵上 到底是不是纯正的道理 到底是不是有圣经依据的道理 到底有没有这个圣灵 这个在其中感动运行的 这些讲道也好 这就是金银宝石 如果是讲人的谎言 或者是这个虚谎的话 或者是所谓的人的理论 这学或者是这个 与圣经的道理 丰满又不相关的东西 或者是竟是夸耀自己 这个我相信 就是草木活节 危险的就是说 如果用这些材料去建造 到有一天 风平浪静 没有事情的时候 还可能表现不出来 但是一遇到活的考验 活烈的事业领导的时候 就如三生面目就露出来了 个人的根基就显出来了 到底你是用什么工程所造的 对不对 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要做一个聪明的建造者 除了根基 你要注意上线的材料是什么 上线材料是什么 那么这个 我记得这个西伯来 西伯来书 这个就讲到摩西 讲到摩西 这个大家有圣经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西伯来书 第三章 第三章就讲到 摩西是一个非常中心的人 正像这个新约的保罗那样 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三章 所以说同盟天召的圣经的弟兄 你们应该思想 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了顺利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上帝全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 摩西为仆人 在上帝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的事情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 我们如果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 今天属灵的宫殿是耶稣基督 比摩西更大的一位所建造的 我们只是在基督的手下 做公投也好 做公园也好 做祭司也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是手下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根基 真是非常的安稳 因为解决了我们过去的罪 我们可以在这个根基上 也就在耶稣能够帮我们解决 这个罪的问题 是我们的罪 现在给了我们力量 其他力量都是不可靠的 都是会在狂妇大脑中倒塌的 唯有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力量 在我们患难当中的帮助 更加是我们的将来的希望 你说 你把希望定在人 定在股票 定在什么都不可靠 唯有耶稣 这个根基 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将来的希望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做传道人的 就要考虑 我是不是做牧师的考虑 我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建造者 我又没有立好耶稣基督的根基 在教会当中 我在上面所建造的是什么 不管是你继续做下去 或者其他人去做考虑这个问题 有没有用那些上好的材料 来建设弟兄姐妹的灵性 或者是整个教会健康 还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甚至于东拉西者 甚至于路边的什么东西 都拿来加盖 那到有一天 你就麻烦了 尽管可能处于上的怜悯 我们个人还能够得以保存 或者还能够得救 像这里所说的 如果我们悔改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措施的话 但是毕竟这是像 从火中抢出来的柴那样 而更大的呢就是 我们一生可能就虚度了 可能我们的工作 一点都没有真正的成效 不能存就到永远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是不是 所以这个立下了根基 而今天这个根基是什么 怎么来检验呢 就看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里保罗说 这个你们就是上帝的电 上帝临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作为建造人要注意 在造好了呢 我们每个信徒也不要拆毁上帝的电 如果拆毁呢 上帝会拆毁那个人 拆毁那个人 而重要的呢 怎么来看这个是有根基的信徒呢 这个提文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说 然而上帝坚固的根基列柱了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任是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呼主名人 只要离开不易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精气银气 也有木气瓦气 有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起名 所以自己也要注意 怎么样保存 这个是在上帝里面 而且保存用这个尊贵的材料 来建造自己 争取做上帝 一个有用的 好的器皿 一个好的建筑 所以今天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 唯有我们要夸 就夸耶稣基督 正像这个下面的所讲的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留待下次再讲 愿主与各位同在